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范汉杰的本事可不小 在别人幼年的时候 他就已经指挥军队打仗了 后来还做了战区副总司令 可以说他的军事能力很突出 可是就是这么强的一个人 为什么后来没有守住锦州呢 范汉杰早年的故事非常有趣 当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时 大多报名入校的都是20左右的爱国亲密 那时范汉杰都已28岁的 年龄相对大了些 为此还犹豫了许久 而且他当时还是少将军衔 范汉杰的思想与普通青年不同 他不关心高官 只想学习系统的军事理论 最后他报名了黄埔军校 也被录取了 进入军校后 范汉杰被大家的认了出来 而且每个人都很尊重他 当老师讲课时 有些地方不确定的都不敢直接与学生说了 而是要问问范汉杰将军这么讲是否合适 这经常让范汉杰感到非常尴尬 在抗战时期 范汉杰履历战功 抗战胜利时 他已将被升为国军中将 展开全文范汉杰这位国民军非常杰出的高级将领 在1948年 争夺锦州这场战争中失守了 当时可以说范汉杰守卫锦州 手里有15万精锐兵力 而且锦州城墙坚固 怎么都觉得万无一失 虽然国军中有相当多的部队 但他们被我军分成三个孤立的据点 锦州就是其中之一 因此 尽管范汉杰强大有力 但情况非常紧迫 范汉杰在战斗中有很多经验 他想到了一个策略 并向委员长报告 就是以锦州为州心 华北国民军和沈阳内立皇军队从两侧围攻东北也占军 可以说 范汉杰的想法非常好 但没有实现 1948年9月 东杰进攻锦州 范汉杰坚守锦州的同时 料要相待着石 多万部队赶在支援的路上 东杰围攻的任务非常紧张 需加快速度攻占锦州 范汉杰带领着15万兵力 借助城墙防御的优势 给我军造成了重大伤亡 但是 东北野战军在重炮火力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他用近千文火炮同时攻击锦州 火力猛烈 这是我军历史上的第一次 最后 在料要相军队到来之前 东野军以伤亡两万人为代价攻克锦州 范汉杰也被我军抓获 应该说 不是范汉杰坚守不住锦州 情况就是这样 东北解放是时代的潮流 没有人能抵抗东野的袭击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